外围好像也正反弹地 你看港股整个压力消化了吗? 当然美股最近是正在弹地 但是反过来 这一段时间A股也很稠 所以形成港股就是不断反覆为主 的确不是太有明显方向 甚至说过其实港股 如果以过去这半年左右的时间 反而跟A股走的关联度会比美股高 所以就算美股这一旦 我当你再弹也好 可能对第二天回来是有帮助的 但是日内怎么走呢 这个就好看A股的情况 但以这件事来说 始终短视我觉得都需要休息一休 无论港股或A股也是 始终过去那两个多月 就着一些政策出台 始终港股只是计点数上去说 都由19178 即是5月16个低位 其实弹到上月尾22449 其实升了差不多3300点 说真据的幅度来说 不算少了 甚至以港股一向的弹力这么弱 弹到三千多点就算多了 所以我想现在都需要休息一休息 几种事情 一来是短线 可能政策面不是完全没有出台 但是密集程度 一定没有对上那两个多 就是你也不会相信 内地是不断地扔扔到 大家都接不接 还有你扔了这么多招 我想初步也要看看效果是如何 所以我想初步要看看 就是这一刻 可能因为近期我们都会出一些 经济数据 看看有没有效果在 然后再判断 可能之后要再大一点去刺激 还是怎样 所以我想只要这一点都要等 就是算是等 而以来就没有外围 虽然说真的 近几天美股都正在弹 但是刚才说到 就是大家放在哪个位置 或者所谓开哪一边 是没得估计的 所以都算是比较一个反复的格局 所以这件事情来说 对于港股 都不会令大家太放心 是立即买上去住 所以你从近日的成交都见到 其实是很运缩了 就是昨天都是一千金松回少少少 也都是大家的观望心态比较重 但是当然 你问到我 我觉得看法上也不是太淡 只是一个整股为主 不是一个可能大跌的开始 除非未来真的 一来美股又继续大塌 二来可能内地告诉你 它不出招了 可能港股会想起较多些 但我想这个机率就较少了 始终内地的GDP增长 目标都较高 所以继续出招的机率是大一点 所以这是暂时要等下来 但是初步来说 看着几个位置 因为近日虽然不断在一百天线穿插 恨好还是力守住的 但是我觉得也有机会 可能会穿一穿下去 但是穿下去的话 其实又不等于回得太深 我觉得如果再回下去的话 看着两个位置 21,200是一个即市支持 21,000也是另一个支持 这两个位置怎么来呢? 一来21,200是刚刚才的底位 而这个位置也是刚才提到 就是整个3,700点的反弹浪里面 如果计算黄金比率 调到刚刚320个位置 即是第一站的回调目标 就是刚刚21,200 昨天一店就立即上回来 而21,000很明显 就是板面上黑色的线 即是调50天线 所以我想大家看着 21,000至21,000的range 如果这些位置是没有明显失手 没有打穿的 其实继续维持 可能浪贵浪格购的机率 我觉得还是比较大 所以看法上是偏审慎乐观 但当然要等一些新的市场 才能推高一点的位置 特别从位置上说 上面起码要升上22,2449 就是刚刚上个月底的高位 叫做延续浪贵浪 这样才可以再慢慢高一点 是